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男友说要给我买个房子 我给他交租金 这样他贷款 有人帮着还 而我也可以住新房 等我跟他结婚 我再用嫁妆给他装修房子 这样我们的孩子也有房子了 我问他房本名字写谁呢 他说当然是他的名字 首付又不是我付的 我激情鼓掌 好好好 这算盘打得太好了 宝贝赶紧买 我要租你的房子 男友东拼西凑 刷爆了卡买了房 不到一年 房价骤降 男友失业 他让我把他房子买了 加上我的名字 结婚生孩子 我连夜扛着火车跑路了 当男友提出要给我买个房子 我还没说话呢 我闺蜜林姝儿 倒是激动得鼓掌 天哪 郑静真是个好男人呀 婚前就给媳妇买房子 买呀 快买 东东 好羡慕你呢 你男朋友好好呀 闺蜜看着男友满是娇俏 他对着男友郑静 按时般地眨了眨眼 如果不仔细看 还真看不出 郑静豪爽地摆摆手 哎呀 自己的媳妇自己疼 很正常了 没什么好夸的 东东 我是这样想的 等房子下来 你就直接搬过来住 你现在租房子 也要不少钱 与其让房东拿着你的钱 去还贷款 不如搬到新房里 把你每个月的租金拿出来给我 这样我们的房贷 也能早日还清了 我问 房子写我的名字吗 闺蜜推着我的胳膊说 怎么可能呀 首付是正进付的 又没让你付 房子当然写它的名字了 这一点你应该没争议吧 你租那房子 还不是房东付个首付钱 就朝租客收租金抵贷款了 房子总不可能写租客的名字 你说是吧 好有道理 闺蜜接着说 东东 你又不是什么物质虚荣的女人 又不图正进的房子 纠结名字干什么呢 你俩是校园爱情 又不是相亲认识的 谈房子 名字写谁太俗气了 男友说 你看你闺蜜多体贴 东东你应该向她学习 我果然又看到男友跟闺蜜眨了眨眼 看着眼前的房子 一切恍如隔世 我竟真的重生了 我差点以为自己在做梦 上一世正进买了房 我就退了现在的房子 搬去了正进的毛坯房 他说把次卧租给我 一个月租金四千 我问他为什么不把主卧给我 他说主卧是我们的婚房 要留在新婚业主 我一听还觉得他挺浪漫的 然后真的花四千 租着一个毛坯次卧主 男友每个月还五千的房贷 他自己只要出一千 即使这样他还不满足 想让我把剩下的一千也掏了 他说他的首付大多都是借的 他还要还首付款 说他这么辛苦买房 还不是为了跟我结婚 不过这一千我最后没出 总归我自己还要生活的 后来我们订婚了 他又怂恿我把嫁妆拿出来装修房子 他说新时代小年轻结婚都这样 女方嫁妆都是要拿出来装修婚房的 我为了省钱 每天自己跑工地跑装修市场 跟工人和装修公司磨架 花了一整年时间 终于把房子装修好了 却在结婚前一天 看到闺蜜和男友 在我们婚房里情意绵绵 我还记得林姝儿很淡定地穿起衣服 满不在乎地看了我一眼 完全没有被捉奸在床的狼狈 反而一副他才是正式的模样 东东既然被你发现了 那我们也不装了 其实明天的婚礼也不是为你准备的 到时候郑敬会说喜欢的是我 不是你 与其在婚礼上丢脸 还不如现在就让你知道 明天的婚礼你也别出现了 直接成全我们得了 我气得浑身颤抖 大声质问郑敬 七年了 你这样对得起我吗 婚礼的钱也是我们家出的 郑敬脸上也没有任何愧疚 要不是因为这样 我早把你踹了 你出婚礼前 我不就可以免费结婚了吗 东东 我也不想伤害你 可我再找不到像你这么蠢的女人了 你这么蠢 真的让人觉得倒胃口 大学的时候 你这叫单纯 出了社会 你这叫蠢货 我有验蠢症 还是喜欢跟聪明人在一起 七年的青春 得到的竟是如此惨痛的教训 我跟他们两人扭打在一起 然后失足掉下了楼 这一次 郑敬又提出他买房子租给我住 不等他和林叔儿苦口婆心 我已经激情鼓掌 见我如此 郑敬和林叔儿都愣了半晌 大概没想到洗脑都还没开始 我居然自己同意了 他们俩四目相对 一致得出结论 果然蠢 许是见我比他以为的更蠢 郑敬这次竟直接提出 让我借钱给他付首付 也不是不可以 那名字只能写我一个人 毕竟如果连首付都是我出的 名字有什么道理写你的呢 郑敬一愣 估计也觉得这 确实有点太把人当傻子了 于是还是自己去借钱了 他家里两个姐姐两个弟弟 他排老三 这种人口庞大的家庭 让父母资助是不可能的了 上一世 他没跟我开口 借首付的钱 因为他跟林叔儿苦口婆心 说服了我很久 我才同意买的房子写他名字 而我要付同等的租金 住到毛坯房里 他知道再提让我出首付 我肯定不答应 他最后是跟同学朋友借的钱 刷完信用卡 又网贷了一些 才把首付给付了 证金都算好了 只要我每个月稳定付四千的房租给他 他每个月的薪水就刚好可以在期限内 把借来的首付款还清 他都把算盘打得这么清楚了 那我必须拱一拱火了 一定要让他把房子买了 宝贝赶紧买 我要租你的房子 他俩看我的眼神像看蠢货 可我不在乎 周末我陪郑进去买房 是个马上就要交付的新楼盘 还有很多房源可以挑选 小区地段不好 交通不便 唯一的优点就是离林叔儿家境 两公里左右 签合同的时候 林叔儿也来了 他摸着合同 左看看又看看 怎么看都满意 嘴里说着 哎呀 东东 以后你也是有房子的人了 你看看你男朋友多有担当 你们还没结婚呢 他就给你买房子了 我拿起水杯喝水 战术性笑了一笑 销售一听 立马问 请问房产证是写两位的名字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合同需要把两位的名字都写上 办理过户的时候 还要带上两位的结婚证哈 不是 没有 郑进和林叔儿 异口同声地喊 销售看了半天有些迷糊 似乎不明白到底哪两位才是一对 郑进立马说 我们还没领证 名字写不了两个人 只能写我一个人 等以后结婚了 我再加我女朋友名字 销售也真是个体贴的 没关系 以朋友名义 写上两个人的名字 也是可以的 每家开发商权限不同 我们公司是可以在销售合同上 写两个人的名字的 之后两位带着结婚证 去办理房产证 每人一个房本 销售大概觉得自己的服务 做得可真到位啊 结果却被林书儿大骂 你有病吧 这么多管闲事干嘛 这是人家小两口的事 瞎捣乱什么呀 销售这才意识到 自己好像说错话了 立马善笑着走开 林书儿赶紧笑着跟我说 你别听他瞎扯 写两个人的名字 要多很多手续和钱 谁都要多交 他们销售就是变着花样 骗你们钱呢 再说了 你们以后是夫妻 肯定以夫妻名义 写在一本房本上 这样才浪漫的嘛 林书儿说完 赶紧给郑进使眼色 郑进接收到信号 马上行动 给我洗脑似的 把一样的话又说了一遍 这样的瞎话 他们真是张嘴就来 但是上一世 我听着一点毛病都没有 女人在恋爱脑的时候 真是没办法 因为等她清醒过来 她也会觉得当时的自己很离谱 我笑了笑 满是体贴地说 写谁的名字都一样的 只要我们仨把日子过好 比什么都重要 郑进跟林书儿会心一笑 两人再次确认 我真是个蠢的 一切手续都办妥 郑进房本拿到了 贷款也开始还了 然后她打电话问我 什么时候搬去她的新房 我说 我房子还没到期 提前退租 房东租金跟押金都不退 你不是不到半个月就到期了吗 半个月送给房东好了 押金他肯定退的 也就损失半个月租金呀 宝贝 我忘了跟你说了 你跟我说 买房钱我就续租了 续了一年 租金也都交了 一共是四万八 你有病啊 谁家租客像你这样交房租 那么积极呀 见过蠢的 没见过你这么蠢的 你赶紧找房东 把钱退回来 这是你要办不好 就别来找我了 我挂了电话 然后看着手里的租房合同 房东听到我刚才说的话 有些诧异 但也没多问 房东大哥 我违约的话 你退房租和押金吗 你找到下一个房客 就可以拿走全部租金和押金 我不随意扣这些 那你加个条款 不能随意转租该房子 以及违约要额外赔一年租金 房东 房东说他没见过我这样清新脱俗的租客 并表示他不搞这种霸王条约 没想到还有如此清新脱俗的房东 我对房东的印象不深 上一世我们经常在小区里碰面 但也只是点头之交 他每天很晚下班 回家就自己煮个泡面 对着电脑吃 吃完了又在电脑前忙碌 忙完了 他就在窗口的跑步机上运动 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就住在他对面这栋楼 我听隔壁租客说起过 说隔壁这套房也是这个房东的 他好像是个程序员 好像 你在做饭 房东拿着合同离开前 闻到香味 忍不住问我 我在炖红烧肉 房东扎巴了下嘴 还吞了吞口水 但还是礼貌地表示先走了 我一个人吃不完 房东大哥 你要不要一起吃点 你有男朋友 这不合适吧 我跟他差不多分手了 再说了 就一起吃点东西 有没有男朋友 也不打紧 如果你介意 我给你打包了 你带回家吃 房东还是选择 让我打包了带回家 他还说 下个月的水电费不要交了 他来出 就当是还这顿肉钱 我坐在阳台 看着房东 坐在窗口大口大口 吃着红烧肉 我手机响 是房东发来的 这肉真好吃 你下次做了 能不能再给我留一份 好的 我打开房东的微信朋友圈 里面只有他工作相关的内容 我在这住了三年 几乎从来没见到房东 有什么亲戚朋友来找他 今天的事 让我突然觉得 这人还挺有意思 也挺神秘的 我上辈子脑子是真的轴 怎么眼里就只有郑进那个渣男 我回了一趟家 自从我跟郑进在一起后 我就没再回过家 我妈不同意我跟郑进在一起 说她没房没车 没存款 也没点本事 何况她老家那么远 她反正不喜欢 坚决不同意我跟她结婚 可上一世到了我 真要结婚的时候 我妈又怕我在夫家被欺负 给我准备了丰厚的嫁妆 爸爸看到我回家 惊了半天 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她叫妈妈出来看看谁来了 妈妈一看是我 眼底带了泪花 但还是扭头就进了屋 你跟郑进没有分手 就别来找我 我进屋去 直接就跪在爸妈面前 我是他们的独生女 从小被他们呵护着长大 我居然为了一个男人 真的三年没回家 那一天 我跟爸妈说了很多话 我在妈妈怀里哭了很久 我哭的其实都是上一世经历的委屈 到底是自己亲爸妈 他们看我这样 早就心疼坏了 我说我已经决定好了 会跟郑进分手 在家里睡了一晚 早上起来 妈妈就准备好了营养丰富的早餐 吃完陪着妈妈去买菜 午饭之后陪着爸爸一块看电视 这样温馨的生活 我居然为了一个男人亲手毁掉了 我给自己买了个包 是我爸爸给我的钱 他让我买自己喜欢的 算是不及我三年的生日礼物 我从店里买了包出来 就跟在商场上班的林叔儿碰了个正着 他很震惊地问我 东东 你怎么能买这么贵的包啊 郑进现在为了还债焦头烂额的 你不帮着还一些 咋还给他增加那么多负担 我说这是我爸给我的钱 你爸爸给你的钱 那也是你跟郑进的钱 以后你嫁给他 这些钱不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这钱花的林叔儿比我还心疼 他当着我面给郑进打了电话 叫他赶紧来商场 郑进一听 马不停蹄地赶来了 连班都不上了 对着我就是劈头盖脸一阵痛骂 你个败家娘们 我辛苦赚钱还房贷 你却花两万买一个包 你这么败家 哪个男人敢要你啊 赶紧把包退了 把钱给我还房贷 不然咱们就分手 他动不动就提分手威胁我 我咧嘴笑了起来 好啊 这是你提的分手 分 谁不分谁孙子 到时候可别赖我就行 林叔儿 你可得给我作证哈 郑进 林叔儿 林叔儿懵逼了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对着我大吼 咚咚 你怎么这样啊 是你有错在先的呀 你买那么贵的包 都没跟你男友商量 我自己的钱买包 为什么要跟他商量 再说了 你激动个什么劲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跟我男友有一腿呢 林叔儿张大着嘴巴看着我 好似不认识我一般 商场人多 围观的人也多 现在的吃瓜群众 早不是当年那些智障了 他们能明辨是非 嘖嘖 人家女孩子的钱买个包 怎么男友跟闺蜜 跳出来那么激动 跟花他们家钱似的 男友激动就算了 这闺蜜激动个什么劲 这又不是她的钱 男友也没啥好激动的 人家女孩说了是爸爸给的钱 他爸爸的钱跟他男友鸡毛个关系啊 还没结婚呢 就觉得女方家里的钱是她的 这男的想吃绝户呗 你们说这俩人该不会真有一腿吧 话不是那么说的 人家既然是奔着结婚去的 那女方花钱就该结智点 以后都是共同财产呀 那花的等于就是男方的钱吗 最后这句是个男人说的 他一说出来 吃瓜群众全看他 他身边还站着他女朋友 女友直接一个包甩过去 好啊 你也这样想的 分手 给老娘分手 不知道郑进和林书儿是觉得没脸 还是怕我被吃瓜群众给洗脑了 两人趁乱赶紧把我拉出了商场 林书儿朝郑进使了个眼色 然后就听郑进凑上来哄我 宝贝 我刚才一时激动 说分手是气头上的话 你别当真 这个包 咱们还是退了 你知道我刚买了房压力很大的 我们都要结婚了 我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 我们一起努力 以后结婚了 才有好日子过 你自己工资不高 家里条件也就小康 买这种奢侈品 不是浪费钱吗 你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 以后我们结婚了 日子才能过得长久 郑进苦口婆心地劝我 就是想让我把包退了 把钱拿给他还房贷 看着他那副嘴脸 我真想抽自己 这么个万里挑一的货色 当初是怎么被我找到的 你怎么不让书儿给你分担呢 他名下有房 你让他把房子卖了 给你还贷款呗 林书儿直接炸了 凭什么呀 郑进是你男友 又不是我的 现在是你的了 我刚跟郑进分手了 祝你们百年好合 我跟家里断绝来往三年了 整整三年 我没收到过像样的生日礼物 郑进连树花都 舍不得给我买 每次我生日都在拼兮兮上 买个九块九包有的 就是那种输入女友生日礼物 然后点击搜索 再点击价格由低到高 出来的那种礼物 我当下虽然心里失落 可又觉得两个人在一起那么多年了 正进赚钱不容易 还讲仪式感 我实在不应该太矫情了 没想到我包容李姐 换来的是她的得寸进尺和狼心狗肺 正进自然不会同意分手 她以为我跟之前一样 只是因为跟她吵架了 说的都是赌气的话 她跟我冷战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 我每天下班回来 就忙着给房东做饭 我把饭菜送到她门口 她每次都是开一条门缝 然后我把饭盒塞到门缝给她 她拿了饭盒就跟我说谢谢 然后说给你免一周房租 送了一个月的饭 她给我免了三十周的房租 到最后她直接跟我说 我把房租都退给你 你再帮我多做一份早饭 我可能来不及送到你这里 没事 公司楼下给我就行 我一直都不知道 原来我的房东 跟我在同一个写字楼上班 当晚她就把所有租金都退给我了 我计算了一下菜钱 这房租全退给我 我好像占了她便宜 我发微信给她 这钱好像算错了 她是少了吗 说着她又给我转了一万 我我赶紧把一万退还给她 然后收了她退回来的租金 我怕再多解释几句 房东又要给我转钱了 我起了个大早 骑着我的小电驴到公司楼下 挺好 刚放下头盔 转头就看到房东站在我跟前 他带着公牌 伸手 早饭 我连忙从车上拿下来给他 房东大哥 你这么早呀 他直接打开袋子 吃起了我做的鸡蛋饼 每次看到你吃 我都觉得特别香 附近早餐厅买的鸡蛋饼 果然没你做的好吃 啊 原来他经常看到我 他说每次都看到我边跑边吃鸡蛋饼 然后着急忙慌去摁电梯 他还知道这辆小电驴是我的 我突然想起来 有一次道路施工 城管把电驴都挪走了 我找半天没找到 却意外看到了我房东 是他带我找到了我的电驴 没等我说谢谢 他已经扭头走了 这会儿他吃着早饭又扭头走了 但是我看到他公牌上写着 陆明 世纪科技传媒技术主管 我还没上楼 电话就响了 一看是郑进 我掐断了电话 顺手拉黑 然后他的语音又弹过来 我又掐断 郑进问我 秦东东 你现在什么意思啊 我 分手 听不懂人话吗 郑进 我房子都买了 你跟我分手 你是不是不想帮我还贷款呢 你这女人怎么那么物质 怎么你还想找个有全款房的男人呢 你都跟我谈多久了 你已经是破鞋了 还想找比我好的吗 我告诉你 失去我 别后悔 我不仅恶心他 还恶心自己 别人杀礼淘金 我杀礼淘食 我还没下班 房东就微信问我 今晚吃什么 他还带了个表情 是豚鼠拿着一个饭勺 表情上写着 有饭吃 今天的菜做工复杂 不好打包 要不来我家里吃 问完我就觉得太冒昧了 果然对方没回应了 每次我去送饭 房东都房贼一样 只开一道门缝 这会儿让他来我家里吃 他肯定觉得 我对他有所图 一直到回家做饭 我都有些心神不宁 因为房东没回我微信 洗菜的时候 有一条微信进来 我赶紧擦了手 去拿手机 结果是林姝儿 东东 你跟郑静在一起 那么多年了 一点磕磕碰碰而已 不至于真闹到分手 我去买菜 晚上带他去你家里吃饭 看在我的面子上 别闹了 我等的是房东的消息 这会儿林姝儿的消息进来 我真的觉得 他特别占我流量 万一这时候 房东给我发消息 因为被他 抢了流量 发不进来怎么办 我跟他已经分手了 你喜欢他 你跟他在一起 就行了 我没把话说得难听 是想给你留体面 你可别真当我是傻子 护删 不见 我气得手抖 直接删了他微信 烦死了 门铃响起 谁呀 我打开门 看到房东 站在门口 手里提着两杯奶茶 我来的不是时候吗 没 没有啊 我以为你不来了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可你没答应啊 也没回我呀 我没回 不就是答应的意思 这种脑回路 我不是很跟得上 我今天做的是水煮肉片 和老鸭包 房东看着桌上的菜 摩拳擦掌 他说 他从来没在家里吃过 这种一般都只在饭店里有 但是他不爱去饭店 他不喜欢人太多的地方 闲吵 因为从小到大 他都是一个人 我吃着饭 找了个合适的机会 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问 房东大哥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我没谈过 我不喜欢女人 搞了半天 他喜欢男人 刚把房东送到楼下 就碰到了郑进和林淑儿 郑进一看到房东 就激动地上来质问我 他是谁 他怎么从你房间里出来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郑进这么一喊 大家都看了过来 搞得像我出轨 被他捉奸了似的 我还没说话 房东说 我是他房东 你就是他那个买婚房 只写你一个人的名字 然后要他搬去你那些毛坯房住 还得给你交四千租金的前男友吧 郑进本来一听说对方是房东 立马缓和了脸色 还换上了讨好的表情 但是听到房东后面的话 他脸色立马就冷了下来 林淑儿一看我房东这么年轻 立马凑上来 房东哥哥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呢 我是东东的闺蜜 我叫林淑儿 这是我名片 上面有我的微信 林淑儿把名片拿出来给房东 郑进横了林淑儿一眼 林淑儿当没看见 房东当没看见林淑儿 从他身边走开了 林淑儿尴尬地僵硬在那 默默地自己收起名片 倒是郑进跑上去拦住他 我女朋友这房子不租了 麻烦你把租金跟押金退还给他 哦 也可以直接打我微信上 郑进居然直接拿了微信出来 让房东扫码 房东看了我一眼 若有所思 我上去拦住郑进 郑进 你搞搞清楚 我们都分手了 我们哪里分手了 我们只是在冷战而已 我婚房都给你买好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刚好房东在这 把租金押金都退了 你明天就搬到我房子里 还有你上次买的包 退了没有 两万多的包 还不如拿来买家具呢 我真是气笑了 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吗 咱们一个月前就已经分手了 你那毛坯房 租给我一个赐我四千块 你真当我傻帽呀 我可租不起 你赶紧租给别人吧 我就住在这 哪也不搬 郑进睁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盯着我 秦东东 你宁可把租金给别人赚 也不给自己男朋友赚 我买房子 还不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要不是你 我根本不买这房子 压力也不会那么大 林书儿开口说 对阿东东 郑进现在压力那么大 你却要跟他分手 你这样太物质了吧 他的能力只能贷款买房 难道你非要全款房 才肯跟他结婚 那这跟那些爱慕虚荣的女孩 有什么差别吗 林书儿好口才 好能颠倒是非 他说完还看向房东 似乎在看他的反应 郑进看着我咬牙切齿 你闺蜜说得对 你就是贤贫爱富 嫌我穷才跟我分手 一时间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也开始对我指指点点 说我末期少年穷 现在年轻正是奋斗的时候 有房子就不错了 居然还要求全款 全款了该不会还要求对方加名字吧 郑进和林书儿听了果然很满意 我实在懒得跟他们废话 转身就准备回家 面对这种无赖 炒有什么用 人家只会更来劲 你知道自己穷还跟人家谈这么多年 你这不是耽误人家吗 你首付买个房子 只写你自己的名字 出租一个毛坯次卧给自己女友 一个月还管人家要四千 你这是找对象吗 你这是找大冤种 人家体面跟你分手 没跟你闹 你倒是先不要脸 跑来恶心他 真等他嫁给你 他的嫁妆还得贴给你装修呗 诡计多端的穷男人 你穷你还有理 说话的居然是房东 他逻辑清晰 讲清楚了事情来龙去脉 顺便嘲讽了郑进一顿 好 说得好 人群中居然还有人鼓掌支持房东的 郑进整一个哑口无言 从没想过 还有房东这么正义凛然的帮租客说话 林书尔也呆住了 正准备开口 还有你 到底谁的闺蜜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俩是一对 都什么货色呀 东东 我明天就去你家装个监控 这俩恶心人的玩意儿再来找你 我给你报警 不只是郑进和林书尔懵逼了 我也懵逼了 我家房东这么能对人啊 那天 郑进他们狼狈地逃离了我们小区 走之前 郑进还放话 秦东东 你都几岁了 离了我看谁还要你 到时候 嫁不出去 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 房东真来给我装监控了 但是后面 郑进再没来找过我 就这样 我每天跟房东一起吃饭 一吃就是一年 我们明明没有情侣关系 可每天似乎都做着情侣之间的事 我给他带早餐 他中午从公司里打饭出来 送到我们公司 下班后 我们一起回家 我现在都是坐他的车上下班 小电驴放在地下室吃灰 坐在副驾驶座上 我每次看着身边的男人 都在惋惜 本来还好奇 这样的男人都谁在谈 原来这种男人都内部消化了 这一年开始 房价暴跌 不过对我房东没什么影响 他名下都是全款房 反正他也不卖 但是对郑进影响很大 他因为房贷压力大四处打工 却耽误了本职工作 被公司开除了 没办法他只能准备卖房 可现在的价格 跟他当初买入的价格 足足差了五十万 他当然舍不得了 然后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在接到他电话之前 房东刚送我回我妈家里 他手里拿着很多礼物 都是他精心挑选的 我很纳闷 他只是顺道送我回家 买那么多礼物干嘛 第一次上门见岳父岳母 总得带礼物的 你看看 这些烟酒行不行 还有这个人生 是我奶奶藏了三十年的 应该拿得出手吧 我 什么岳父岳母 那是我爸妈 对啊 我们也谈了一年了 该谈婚论嫁了 今天顺便也谈谈彩礼婚礼的问题 我 我们在谈恋爱吗 房东见我的表情 很是忧心地问我 你不想跟我结婚 只是想谈恋爱吗 你不是不喜欢女人吗 你是想跟我行婚吗 我不做同妻的 房东惊呆地看着我 啊 我不喜欢男人啊 我的意思 我不喜欢女人 是我没谈过恋爱 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但是我现在知道了 我喜欢你这样的女人 对不起 我没表达清楚 那我们这一年 不是在谈恋爱吗 行吧 有些事解释起来也挺费力 那就当是恋爱一年了 我爸妈对这个女婿 简直太满意了 毕竟有前面那个做对比 现在这个简直脑后 带着太阳光 闪闪发亮 我结婚了 陆明爸妈从国外赶了回来 他爸妈工作很忙 常年在国外 把陆明一个人丢给奶奶带 他们对我没任何意见 我婆婆拉着我的手 好像很喜欢我 哎呀 我一直以为她喜欢男的 因为她从来不跟女孩子走近 你说我又不好意思开口问 挺好挺好 是个女的就好 原来她们对儿媳妇的标准 是个女的就好 那我铁定符合标准 她们跟正进爸妈完全不同 上一世正进妈妈 总嫌我家条件不好 陪嫁也少 她说 我们这边的独生女 陪嫁那都是彩礼的双倍起步 说我们家工薪阶层 只带回一辈的彩礼 配他们家儿子这种名牌大学出来的 实在寒碜 就因为她爸妈觉得我条件差点 所以这么多年 每次谈婚论嫁都谈崩 我想起来我接到过正进的电话 她说她的房子要卖了 便宜一点卖给我 说她买来一百九十万 她也不占我便宜 给我二百万 凑个整数就行 还说这两年 都是她自己辛苦还的房贷 当初我说好的给她租金 她一分没收到 也不跟我计较了 这房子现在市场价顶多一百四十万 她还跟我要二百万 我还没开吗 正进又说 冷静了一年多了 你应该知道 这个世界除了我 没人这么掏心掏肺地对你 如果你说扶你家里 把这房子买了 我可以跟你结婚 在房本上 把你的名字加上 我真的差点摔了手机 她到底在高贵什么呀 地沟油吃多 也说不出这种话来呀 你跟林淑儿的事 是真觉得我一点不知道吗 你俩能不能好好在一起 别来恶心 我行不行 你也别找我买房子 你找林淑儿 你加她的名字 让她给你生孩子行吧 还有 你那房子市场价一百四十万 你让我花二百万买 你蠢别当别人都那么蠢 妈的 我验蠢症都犯了 当初正进就说过 她不喜欢蠢的 现在赶紧让聪明的林淑儿 跟她锁死吧 林淑儿哪里会搭理她呀 我早就听说 林淑儿给人做小三 被原配当街暴打 都上我们这社会新闻了 虽然她脸蛋打了马赛克 可我一看那身段那声音 就知道是林淑儿 她被原配从南方的车里拖出来打 南方一点都不敢维护她 她还在那哭喊 哥哥 哥哥救我呀 呜呜 哥哥好疼 南方也是心疼去护了一下 结果原配娘家都不是擅长 连带男的一块打进了医院 林淑儿更不用说了 脸部骨折 眼珠子都差点被打出来一只 网上一片叫好 都说这就是做小三的下场 林淑儿这下真没人要了 只能回去找郑进 郑进真让林淑儿买房 她也是真买 她被原配打伤 对方给赔了不少钱 然后她把自己的房子卖了 和郑进结婚 婚后帮着郑进还清了所有贷款 房本上也写上了两人的名字 这一世轮到林淑儿拿着嫁妆 装修他们的婚房了 有一次我跟我老公去家居城买床垫 看到对面的建材城里 林淑儿跟瓷砖店的老板在砍价 大热天的 她满头大汗 手里还拿着一根装修浴室用的挡水条 她希望老板每平方米再便宜二十块钱 然后顺便把她这根挡水条一块拉去家里 我想起前世 自己也是这样跟这些老板砍价 为了省几十块的车费 我愣是骑着小电驴拖回家 再回头看我现在的老公 几万块的床垫 说买就买 因为我说家里的床垫睡着不太舒服 她一大早就拉着我来店里挑床垫 似乎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林淑儿回头一看是我 她眼底的狼狈掩饰不住 架都不砍了 她扛着挡水条就走了 那身影狼狈又凄惨 甚至有些可笑 她完全是自作孽 不值得同情 大概又过了一年 我收到一条小作文短信 是正进发的 她首先表达了对我的思念 其次肯定了我的优点 然后她跟我吐槽了一系列林淑儿的缺点 还说林淑儿现在丑得要死 每次醒来 看到那张脸都觉得见鬼了 她说林淑儿贷款了很多钱去整容 但是越整越丑 东东 其实这些年 我一直都忘不了你 你真的很好 是我不懂得珍惜 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离开我的 没想到说分手你就分手了 你真的好狠的心啊 想你的夜晚 每天都无法入眠 我身边那个丑八怪我真是受不了了 我迟早跟他离婚 东东 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呢 还不肯原谅我吗 你在干嘛呢 有对象了吗 你那么笨 容易被骗的 我总是放心不下你 没有我在身边 你可怎么办呢 不是 这人怎么那么多戏呢 林淑儿不是看到过我跟我老公在一块吗 哦 我们没有共同的朋友 他也不知道我结婚了 郑静也从不懈关注我 当然也不知道我已婚 我拍了一张我女儿的照片给他 有点忙 坐月子呢 啥事 从此我的手机安静了 看看我女儿安静地吃着奶 再看看我老公 他坐在窗边工作 阳光斜射进屋内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对了 郑静和林淑儿还有后续 郑静在三年后查出了一线癌 癌中之王的那种癌 还没开始治疗呢 林淑儿偷摸着卖了房子 卷走了所有钱跑路了 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郑静在临死前还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他说 对不起啊 东东 我不是故意把你推下去的 谁知道他在说什么胡话 关我屁事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怀孕后 我那坐经婆婆开始坐天坐地 先是把我的运照发到群里攻击我 我反手也发一张 他跪地求饶 信誓旦旦地说 肯定是个大孙子 我硬是让他多养个孩子 后面又把我的狗狗 扔给自己的老情人 直接给他打个半死 我可不是那苦命小媳妇 对天对地对死你 我怀孕七个月了 肚子高高隆起 散步的小区邻居 看到都说是个儿子 我婆婆和华的嘴都和不拢 我家三代单传 这一定是个儿子 我特意过来照顾我儿媳妇的 他摸着我的肚皮 虽然我很反感 但是说了无用功 妈 万一是个女儿呢 您就不要了 我顺势巴拉开他的手 呸呸呸 他别过头往地上吐极口水 这一定是个儿子 一定是的 他瞪了我一眼 也不知道谁说了句 生男生女的得看男的 跟女的没有多大关系 我婆婆差点跟他打起来 还好我老公刚好下班看到 洗完澡 使唤老公林大海 给我涂润身油 自从怀孕后 婆婆听到谁说 哪个秘方好第二天 保证端到我面前 但是大多都是一些汤药 导致我原来才一百斤的体重 直接飙升到一百五十斤 这还没坐月子呢 看着肚皮上一条一条的 妊娠纹 最近我的胳膊窝上 也长了黑色油籽 只能深深叹气 你老公在洗澡 喊他干嘛 婆婆直接进来 妈 我不是给您买了睡衣吗 你怎么不穿 太辣眼睛 我别过头 那玩意又厚又麻烦 这样多凉快 电风扇都不用开 还给你们省钱了 他没好气地说着 我 我 可是妈 大海还在家呢 我难为情低下头 他是我儿子 什么地方没有看过 我发现你这个人的思想 怎么这么坏 还说什么高素质大学生 呸 摔门出去 留下错愕的我 第二天一早 我竟然在家族群里 看到我躺在床上的照片 露着肚子 上面布满着认身纹 半抬的胳膊露出一片黑色油籽 图片是我婆婆发的 时间为昨天晚上十一点 下面紧跟着一句话 我们那时候也没这么矫情 也不长这玩意呀 亲们 帮我看看 这是啥东西 身为牙科医生的大姑率先发言了 这是认身纹啊 但是我儿媳妇也不长啊 小姑 看着好吓人 我们生了几个的都没有长过 那黑色的是什么玩意 二姑父 这不会是有病吧 看着就 小姑 你这儿媳妇之前 不就谈了好几个对象 结婚前就不干净 八成是染病了 我婆婆 你们是不知道 我这手机还是自带美颜 她身上更是吓人 到时候你们可以来看看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 直接就给我定性了 抑制不住火气直冲头顶 想来最近都相安无事 绝对是昨天散步时 我故意反问她 如果生的是女儿怎么办 以及晚上喊她穿睡衣的事情 惹着她了 她是个牙字必报的主 巧了吗 我也是 直接一张照片甩出去 咱也不解释 群里却炸锅了 小姑 你婆婆不就是发了一张照片出来 不也是为你好 又没有别的意思 还不是担心你身体 然后疯狂地爱特我婆婆 不过这会儿 我那位我好的婆婆 可没空搭理她们 正在家里和她那些老姐妹打牌 刚赢了点小钱 大姑 家里有医生 我们可都是给你出谋划策 你倒好 这样对自己的老婆婆的 不怕以后孩子也这样对你 小姑 对对对 到时候孩子有样学样 你哭都没地方哭 赶紧撤回 几人七嘴八舌的 最后一向不怎么说话的 二姑开口了 二姑小可不管长的是什么 什么原因长的 大家就不要再议论了 嫂子也不应该发出来 群里这么多人 小可你也是 毕竟她还是你婆婆 赶紧撤回吧 有事情私底下好好商量 都是一家人 真是搞笑 看似为我说话 实际上把这帽子给我坐实了 我就知道不用多久 我那妈宝的老公就会回来的 果不其然 一回来就拉着个脸 要不是我怀孕了 我看她还想给我两下 为什么知道她是这样的人 我还会跟她结婚 跟大多是姐妹一样 我也是婚后才知道她是这副嘴脸的 怀孕期间不能离婚 但到目前为止 她对我还算客气子 老婆 你怎么能在群里发这样的照片呢 咱妈要是看到了不得气死 她就算再怎么过分 她也是我妈 你的长辈啊 看来她也看到了 她妈发我的那张照片 可是从始至终 她没有出来 为我说一句话 你妈天天在家就那样走来走去 也没见你说 啥不合适呀 她自己也没觉得不合适呀 那是我妈 再说都是在自己家里 轻松自在就好了 你现在发到群里 你让她的老脸往哪里割呀 林大海不高兴说着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也是不小心发出去的 现在也撤不回了 你说怎么办 有样学样 昨天老太太也是这样糊弄我的 要不然 你让她给我道歉 这事就算了 我把群解散了 这样大家都看不到了 这个群还是我们结婚那会 老太太说 要在群里发发红包 炫耀她儿子结婚这件大事 我才建的群 怎么可能 我妈可是长辈 你让她给你道歉 她瞬间提高了音量 见我不说话 又赶紧坐到我身旁 搂着我 哎呀 老婆 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好不好 原谅我妈这一回 回头我肯定会好好说她的 那我伸出一只手 她愣了一下 立马抓住 好 给你买个金镯子 那我当然是见好就收 男人嘛 你跟她要真心 她会给吗 关怀孕这几个月 我就给我仔仔攒了 好几个镯子了 且个顶格的贵 后续就是我婆婆 怒气冲冲地 跑到我的房间 口吐一些 我听不懂的方言 见我头都不抬一下 一直低着头看手机 让她更愤怒了 直接上前想给我一巴掌 我一嗓子 哎呦喂 我的肚子 好疼啊 顺势瘫倒在床上 捂着肚子 我那刚还假装在厨房收拾的老公 装不过去了 以五百米冲击的速度 差点把她老娘撞飞出去 老公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妈要怎么打我骂我都没关系 可是她竟然往我肚子上撒气啊 我一把鼻涕 硬生生挤出几滴眼泪 她也顾不上刚被撞到在地上的婆婆 妈 都什么时候了 小可还怀着孩子呢 差不多得了啊 哎呦喂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 这么硬气的老公 果然走婆婆的路 让她无路可走 她敢怒不敢言 嘴里叨叨着 真是有了老婆忘了娘啊 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看着愤愤离去的背影 心里爽极了 可没过几天安生日子 又开始作妖了 我有只从小跟我长大的狗狗 也作为我的陪嫁 一起过来了 之前一直都好好 林大海也挺喜欢狗狗的 可是自从婆婆来了之后 就看不惯 阴阳怪气 自己都养不活 还有闲钱养狗 这不这天我刚回趟娘家 回来就发现狗不见了 我一猜 肯定是她搞的鬼 等我找到她时 她正若无其事地打着牌 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的 满地的食品袋 还有狗狗的大便 我猜我不在的这几天 她肯定是不想帮我照顾 把狗拴在小区哪里了 妈 我的狗狗呢 我压着情绪 不是在狗窝里待着 你自己去找找 我又不是你狗的保姆 她不耐烦地摸着牌 我找过了没有 你能告诉我在哪里吗 我自己去找 不是说了 不在那我怎么知道 我难道要时时刻刻抱着一条狗 早就说了不要养 一点都不知道 心疼我儿子挣钱不容易 她提高音量 好好跟她说话 是听不懂人话吗 那别怪我了 妈 我知道上次陈叔来家里 很喜欢咱家这条狗狗 可是你也不能不 经过我的同意 就把狗狗送人啊 你肯定是给陈叔了 对不对 我带着哭腔 你在说什么 来来来 咱不理她 继续打我们的 她给坐在一桌的其他人 使眼色 陈姨 你能不能帮我问下陈叔 是不是真的给她了呀 如果她喜欢的话 我可以再给她买一条 可是 这是我陪嫁的狗狗 对我真的很重要的 我走到陈姨旁边 委屈巴巴 什么 给我家老头了 她一脸诧异 嗯嗯 我猜是 陈叔可是经常来我家 斗狗 光是我从外面回来 就看到好几次了呢 好啊 你个不要脸的 我说 这个死男人 怎么最近怪怪的 合着背着我 跟着老女人 有一腿啊 陈姨随即 就抓着我婆婆的头发 根本不给她说话的机会 这陈姨 可是咱这小区出了名的彪悍 周围几个人都拉不住 毫无意外 我婆婆立马败下阵来 她嘴里不停地求饶 真不是我 我跟你家老头 真的没有什么 不信 你打个电话问一下你老公 我这恶媳妇 一直跟我不对付 她就是故意造谣我们 见陈姨有些松动 我赶紧补刀 妈 我可是看见过好几回了 那男的经常来我们家 私底下都看到她跟你跳舞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跟我陈叔长得非常像 那身材八成就是她 我当然知道 不是陈叔 可是不这样 不足以出气 同时 我要把狗狗找到 妈 你就说狗狗到底送给谁了 那不是我陈叔 那是谁呀 见陈姨一拳又要下去 她这才乖乖说实话 原来是给她的另外一个老相好 刘叔 巧了不是 这刘叔也是个七管言 故技重施 还好狗狗完好无损地回来 差点就成为他们的下酒菜了 不过我这招三惹四的婆婆 在刘叔媳妇的招待下 那可就没有几处完好的地方了 自从被她这些好姐妹收拾了之后 她在这小区的名声 算是彻底臭了 也不敢出去转悠了 竟在家给我使绊子 我俩闹掰了之后 她就基本也不做家务了 迷上了刷手机 林大海工作很忙 也没有时间管我们 那我就自己解决自己的需求了 正是八月份 天气极其炎热 她不让我开空调 说是吹多了不好 其实就是省那两块钱电费 我看着她自己逗大的汗珠 我可不惯她 反手就把门锁上 任凭她在门外喊破喉咙 我也不吱声 她也不走 就坐在我门口蹭空调 手机放得外音贼大声 提醒了几次都不当回事 也不做饭 等着我做饭 那别想了 我直接下单了我自己想吃的 之前我但凡要是点点吃的 她就心疼得不行 总在耳边叨叨 说我不挣钱之类的 自己这么大人还不会做饭啥的 我拿外卖时 她坐在门口睡着了 果然没一会就醒了 不出意外地咒骂我 你搞什么东西 怎么那么臭 你不会在里面拉屎了吧 使劲敲我的门 见我没反应 敲了一会 好像就消停了 我好不容易吃上我心心念念的螺丝粉 一键双雕 省得她在门口骚扰我 吃完后 我打开门盒窗户透透气 害怕宝宝闷着 只见她两坨纸巾堵住鼻子 躺在沙发上 说着什么 见我出来 赶紧闭嘴了 我差点没笑出声来 那模样真的很搞笑 好不容易逮到我出来 她不得安排我 打扫下家里的卫生 我这边还没搞完 婆婆那不省心的小姑子 又带着孙子来搜刮了 一进门 瞥了我一眼 嫂子 家里怎么这么臭啊 不自觉地捂住她的口鼻 看来刚刚不是跟小姑子告状 嫂子 我都说了 你下次不要吃那么多辣的东西了 本身你就肠胃不好 你看又没有憋住 拉到到处都是 我皱眉 抢先一步她说话 婆婆臭 婆婆不讲卫生 不是好孩子 小姑那五岁的小孙子 摇头晃脑说着 两只小手紧紧地捂住鼻子 那小模样太可爱了 嫂子 这我就得说两句了 这可不是咱农村 上厕所可得去厕所上 这家里这味道太难闻了 对身体也不好啊 还有啊 那油腻和辛辣的东西 记得少吃 我记得你之前 也不爱吃辣椒啊 小姑劝着 是啊 妈 哪天等大海不忙的时候 我让她带你去医院检查下 怕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可不能忽视 怕成大问题了 小姑一句我一句 加上可爱的小孙子补刀 我婆婆百口莫辩 我继续打扫着卫生 姑嫂两人说着悄悄话 还时不时撇向我这边 防着我会偷听似的 临走时 又惯例地从冰箱里 拿走了我刚买的榴莲 椰子 真是哪个贵挑哪个 临关门时 还不忘嘱咐我婆婆一句 嫂子 听我一句劝 辣椒真别吃了 真挺臭的 我白给你说了一下午 我没有在客厅拉屎 她本身嗓门就大 这一嗓子出去 周围邻居都趴门口 她恼羞成怒地关上门 笑得我肚子疼 也可能是吃了螺丝粉的缘故 当天晚上我就生了 是个女儿 得知这一消息的婆婆 当晚就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回老家的 之前她就说了 要是我生的是个女儿 她是绝不会照顾我坐月子的 她年纪这么大了 林大海也不放心 她自己一个人四百多公里坐车 只能好说歹说劝住了 生完几天了 她一次都没有来看过我 甚至还不让林大海来看我 两天才来看我一次 生的当天 她还在出差 更不用说在群里各种说我没有用 生个花钱的玩意出来 我不想搭理她 不来照顾我还更省心 出院后 直接住进了月子中心 林大海也没辙 拗不过我 她自己不来照顾我 她妈也不来照顾我 我妈去世得早 不得花点钱打发我 我是比较开心地度过了这个月子 宝宝长得也很好 出院这天 林大海来接的我们 本来我是打算直接回娘家的 我可不愿回家里看她的脸色 看林大海这么为难的样子 一个包又给我打发了 回到家 婆婆没拿正眼看我 依旧每天早出晚归 孩子出生快一个月了 都没有抱过 林大海工作很忙 孩子都是我一个人带 本来提出要请一个保姆 婆婆说什么就带个孩子 都带不好 什么他们那个时候 生七八个还不是这样 有谁带孩子你 孩子满月的这天 我特地邀请了亲朋好友 共聚一堂 我婆婆本来是不愿意参加的 甚至扬言 要是我们敢办满月酒 她就连夜赶回老家 殊不知 我提前办 她还以为是去吃席 却没想到吃的是自己的席 嫂子 恭喜啊 终于当奶奶了 大姐 没事 抓紧时间让他们生二胎 保准是个儿子了 在我没生的时候 她可是没少在外面打包票 说我生的铁定是个儿子 婆婆脸色铁青 但还是得抢几出笑容 生的丫头骗子 造的啥孽呀 妈 你不是说 咱林家是三代单传 我看我也不要生二胎了 怕会又是个丫头 我侧着身子 抱着孩子笑笑 她差点没被我气死过去 眼神里全是要刀我的 到了敬酒环节 我故意当着亲戚的面 把孩子抱到她面前 妈 你抱下宝宝呗 我去拿个纸尿片 见这么多人看着 她也不好直接拒绝我 林大海又还在那边招呼她的同事 等我回来时 大家都围在一块 婆婆又拉臭臭了 婆婆真不讲卫生 小姑的小孙子同言无忌 周围有小孩反问 小孙子又补一句 我说的是真的 之前她就在家拉过 小姑赶紧捂住小孙子的嘴巴 煞时是闻到一股熟悉怪味 在我婆婆身上散开 众人指指点点 婆婆尴尬的 怕是要钻进地洞里吧 妈 怕是宝宝拉了 给我吧 我一句话解了她的围 她不得表现表现 而媳妇 我来给宝宝换尿片吧 说着 接过我手中的尿片 走到角落的凳子上坐下 突然 她惊叫一声 是 是孙子 她抱着还没换尿片的孩子 冲到酒桌这边 大家都捂住口鼻 一脸嫌弃 是孙子 生的是孙子啊 她高兴地对着宝宝 是又亲又抱 完全不顾刚刚还拉了 颇有饭劲 终局那股疯癫劲 恨不得拉个横幅 招告天下 正挨个抱着亲戚们看 亲戚们都在议论纷纷 不乏有个把号 逝着发出质问 男孩还是女孩 你现在才知道啊 转一圈回来后 乐滋滋地抱到我面前 小可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实话呢 笑死 是我不说实话吗 给我说话的机会了吗 妈 你不是说过 如果我生的是个女孩 你是不会来照顾我坐月子的 所以 小可 妈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我可从来没有说过 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说了什么呀 她一脸无辜地看着我 顺便做出巡视周围一周的动作 像是在找寻是谁透露秘密一样 看着周围的亲朋好友指指点点 我就知道目的达成了 何不给她个台阶下呢 妈 是不是大海给你说的 我生的是个女孩 所以你才没来照顾我的 对对对 就是她 啊 不对 不管你生的是男孩女孩 妈都会来照顾你的呀 只是刚好这段时间妈身体不好 这才她尴尬地笑笑 眼睛就没从宝宝身上离开过 林大海赶紧过来圆场 小可 我妈这段时间确实是身体不好 她年纪也大了 你多理解理解 硬要搂着我的肩膀 我不乐意地挤开 妈年纪大了 我能理解 可是我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你现在才知道吗 我丝毫不给她留情面 最终还是我爸出面 缓和了下场面 当然 这场满月酒亲朋好友 倒是吃得开心 林大海和婆婆向我爸保证 以后肯定会多关心照顾我们娘俩 我爸这才同意 我们跟她回家的 回家后 我就基本没有抱过孩子了 都是婆婆抢着带 但是老人家还是用以前那一套 用嘴试过温度的东西给孩子吃 大夏天的非要穿几件衣服 时时刻刻都抱着 我一说话 她就说我找茬 林大海好像更忙了 以前周末还能回家 一起带带孩子 现在每天都见不到人影 好不容易逮到她今天下早班 我把孩子丢在她身上 也要让她常常带孩子的辛苦 省得总说 在家就带个孩子都带不好 果然没几分钟 就带着孩子来找我了 老婆 宝宝想妈妈了 嬉皮笑脸的 我当然不搭她 过几分钟后 又带着孩子来了 妈妈 妈妈 宝宝来了 边说就边强制 要把孩子扔给我 我不接 她直接就把孩子 扔到床上 陆可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一天天的又要上班 回到家 还要给你带孩子是吧 爱谁带谁带 随后 就是砰的一声摔门声 我来带 我来带 哦 宝宝不哭 妈妈不要你 奶奶要我的大乖孙悠 婆婆还故意在这阴阳我 妈 你怎么能在小孩面前 说我不要她呢 我没好气 那本来就是啊 孩子在床上 哭你都不管 天底下 哪有你这么狠心的母亲啊 天天到晚的 在家没事做 还找麻烦 说完抱着孩子出去了 婆婆刚走 林大海 又回到房间 拿着她的枕头 和睡衣就要走 你去哪 我去客房睡 她不耐烦地说着 怎么 这就要分居了 你也不看看 你这一身的肥肉 你的背比我一个男的都厚 看着我晚上 都会做噩梦 没事做你就减减肥好吧 她嫌弃地上下打量着我 怀孕生孩子 婆婆天天给我各种汤药 我确实是长胖了许多 可是医生说我还在哺乳期 要慢慢恢复 不可操之过急 我被她气到无语 心想老娘剪下来 你还配吗 那你给我报个健身班 你当我是提款机啊 你又不挣钱 你少吃点多 做点家务 自然就剪下来了 还要花那个钱 是啊 你天天这么懒 我们那会刚生完孩子 都得下地干活 现在的人就你这么矫情 她在门口偷听我们讲话的婆婆 又忍不住吐槽我 真是气死我了 不就看我在家不上班 变着法想让我去上班 那我就如你们所愿 第三天 我就按时去上班了 家里也留好了母乳 虽然想孩子 可是女人不狠 地位不保 千叮宁万嘱咐各种注意事项之后 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上班了 没过两个小时 人士就找上我 说有人在前台找我 我有点疑惑 去了才知道 是我那婆婆 一见到我 就跟看到救命稻草一样 快 宝宝饿了 一直在哭 妈 我不是给你留好了母乳 放在冰箱了 告诉了你怎么使用吗 我伸手接过孩子 放冰箱那玩意 能有献挤的好喝吗 用营养 伸手就要把我的衣服撩开 我赶紧闪开 孩子都饿得哇哇哭了 你还不赶紧喂他 他指责着我 旁边的两个前台 不时捂着嘴笑 我只好赶紧找了个休息室 宝宝吃饱了 乖乖睡着了 我让他把孩子抱回去 又再一次地交代了他使用方法 心想 这下总不会再来找我了吧 刚好到年底 是最忙的时候 想着家里留足了 宝宝的口粮 大家都还在这灯火通明的加班 我就只好再硬着头皮 挂掉了婆婆打来电话 老板给大家点了吃的 我们十几号人正在狼吞虎宴 婆婆闯了进来 路可 回家了 宝宝又饿了 你赶紧给他喂奶 他怒气冲冲 可能怪我刚怪了他的电话 可是林大海也在家里呀 热个奶还不会 周围的同事们都盯着我看 我恨不得立马挖个地洞钻进去 妈 我电话不是跟你说了 你不会可以叫大海 给你热一下母乳 我赶忙过去 拉着他就要往外面跑 我孙子怎么能喝那种奶 必须得喝新鲜的奶 你现在就喂 他执拗得不肯走 碍于这么多人在这 宝宝又一直哇哇大哭 我自然心疼 赶紧跟领导同事们打声招呼 去休息时喂奶 等我出来时 同事们都看着我 好像我脸上有什么东西似的 母性的光环 走 我们回家 我看了看时间 老板都还在里面 我哪好走 妈 你先带着宝宝回去吧 我等会就回来 我小声趴在他耳边说着 这工作有什么干的 咱家不差这几个钱 我帮你辞职了 他的嗓音 故意说得大声 什么 你刚刚跟我老板说什么了 我不敢相信 帮你辞职了呀 女人不就安心在家里 带孩子就好了 她好像做了好事一样 等着我夸奖她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被她给搅黄了 回去和她大吵了一架 林大海又在中间当和事佬 我妈也不容易 你多理解她 冤有头债有主 谁妈不义谁弥补 别把遗憾带入土 实在不行找保姆 撂下这句话 然后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她不想我好过 那你就别想见孙子了 回去了一个月了 这老太太除了前面几次来我家看过孩子 后面就再没见过了 林大海以为我就是耍耍脾气 耍够了就会回去 也没说来接我们 刚好这天 我爸说带着我们出去散散心 我这才想起我的护照还在家里 没有带过来 随即就回去拿一趟 一开门 婆婆坐在沙发上 看到我热情地迎过来 跟她说明来意后 我就要往房间里走 但是她很奇怪 死活不肯 说什么房间太乱没来得及收拾 又说什么放了杂物在房间 还没清理 怕绊倒我 啥时候这么被我着想了 肯定有猫腻 一推开门 不堪入目 林大海正背着我出轨 难怪这么久也不来找我们 合着是找好下家了呀 我不哭不闹 该要的我一分都不会少要 你们继续 要不要开个空调 凉快点 哦 对了 我忘记了你受到惊吓就会不行 要不我出去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当时 我和林大海的第一次 就是在家里完成的 他妈说外面跪 死活要在家里 现在看来 还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林大海仓促地跪在我面前 老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能原谅我吗 以后不会了 他一边祈求我原谅 一边删自己巴掌 好啊 只要你肯跟这个女人一刀两断 把你送给她的东西都要回来 那我就原谅你 不跟你离婚 我笑笑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拿着我的钱 住在我的房子里 干这种龌龊事情 还想让我原谅你 大海 你这么怕他干嘛 他把我的大孙子 带走了 不让我们见面 咱们大不了再生一个 妈喜欢这个姑娘 这模样铁定能生男孩 婆婆进来 拉着姑娘的手 那眼神 真是越看越喜欢啊 怕是林大海 没有告诉他吧 这个房子 是我爸买给我的婚房 我没生孩子之前 挣得比他儿子多多了 也不知道 哪来的自信 妈 你就不要搅合了 我是不会跟小可离婚的 林大海吼了他妈一句 真不知道 怎么会生了 你个窝囊儿子 婆婆小声嘀咕 她总算是说了句人话了 要说为什么会跟林大海结婚 不就是贪图他人老实 事实证明 人不一定永远老实 几天后 林大海带着全身的伤 来到我家 祈求我的原谅 看到他脸上被抓得一道一道的 估计没少干假 要我原谅你啊 可以啊 那你他满口答应 保证说的都是实话 咖啡店特地选的 是他公司楼下的 看到他和那女的坐在位置上等我时 我带着人直接过去 老公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假装疑惑问着 你 我 不是你说在这等 林大海明显慌张了 特别是看到我身后都是他的同事时 你不是说你没有时间来 你要去见个客户 我就替你来了 周围的同事都在起哄 大海 怎么回事 赶紧跟嫂子解释下 我们还等着嫂子的咖啡呢 大海 这个女子是谁 你说的客户 完了完了 火葬场了 林大海见情势有点控制不住了 赶紧拉着我说 老婆 这又是在搞什么呢 我不是都跟你保证过了 我们之间已经断了 殊不知 我今天带了针孔扩音器 她刚刚这番话已经被直播了 同事们瞬间议论纷纷 指指点点 我趁时开始我的表演 你不是说断了吗 你不是说不会再有来往了吗 怎么还约在公司楼下见面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老婆吗 我带着哭腔 我生了宝宝之后 你就天天说加班 我也理解 我一个人照顾宝宝 还要照顾你妈妈 这一年多了 你的钱原来是花在这个女人身上了呀 滴滴答答的眼泪说来就来 她的同事们 特别是结了婚的女同事们 都为我打抱不平 见情势都站在我这边 我赶紧顺水推舟 冲上去 开始撕打临大海 那女看到我打临大海 一块扭打起来 那我不得是把劲 她的那些女同事 也纷纷上前为我出气 我可是把我这一年以来的气 都发泄出来 临大海的脸 被我们两抓得全是印子 连声求饶 最后那女的躺在地上 流出血来 众人都被吓坏了 赶紧送进了医院 果不其然 怀孕了 大出血 急需要保胎 临大海这时候 为了给我表忠心 执意不要这个孩子 扬言 打掉算了 也并不一定就是我的 她老妈就不是这样想的 反正先生下来 不是自己儿子的 到时候 自己是不会吃这个哑巴亏的 把人赶出去就行了 小可 你就劝劝大海吧 这好歹是一条生命啊 是我们林家的骨肉啊 就算妈求求你好吗 老太太拉着我的手 诚恳地求着我 好啊 妈 我答应你 老公 你就让她生下来吧 我们也没有权利 替人家做决定 边说边把医疗费给交了 你要是不答应 那我们就离婚吧 我坚定说着 林大海反而觉得 有点不可思议 我为什么要留下这个孩子 我不哭不闹 甚至隔三差五 还去给那女的 买点营养品啥的 鼓励她安心生下来 老太太也很开心 她想的不就是多子多福 管她是谁生的 只要是她林家的种就行了 她生下的是个女儿 生完后 我就把离婚提上了协议 林大海一脸震惊 老婆 你不是说不会跟我离婚的吗 要不然 我去做个亲子鉴定 这不是我的孩子 是不是你的孩子 我还能不知道吗 我早就做了鉴定 你们不是喜欢大孙子 那就生下来养呗 我当时是说 那个时候不离婚 又没有说 以后都不离婚了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我甩开她的手 老太太看我们这次 吵得挺凶的 在旁边劝着 她想的还不是不想 离开她的大孙子 自从那女的生了孩子之后 她就没去看过 这时候怎么不说是林家的骨穴呢 林大海自从那次咖啡店事件后 闹得挺大的 公司把她辞退了 还因为打架 留下了案底 她现在就是在家里无所事事 还住在我的房子里 她当然不想离开我 我最近可是重新找了个工作 肥我也剪下来了 要男人干什么 离婚官司还算打得顺利 毕竟她是过错方 孩子判给我代 她每个月给孩子抚养费到18岁 房子本来就是我的 家里的财产都归我 林大海是净身出户 再次见面时 她在路边摆着摊 给人陪笑 卖着廉价的东西 我在一旁看着看着笑出了声 沦落至此 是她应有的报应